在敦煌待了一天,然后今天准备继续往前走 敦煌其实没有转 它这边有个夜市,但是夜市好像没什么人 敦煌是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它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市 在敦煌的周标可以游玩的地方就是有千佛洞之称的墨高窟 它也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艺术石库 中国的四大石库之一 有沙漠第一泉之称的明沙山岳崖泉 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博物馆的敦煌古城 始建于公元11年左右的玉门关 它也是丝绸之路上通往西域的咽红之地 还有西部边境的门户阳关遗址 虽然这个地方都了解过,但这次就不去了 等以后再来 现在是旅游淡季,感觉街上都没啥人 外边看着像山,其实是沙丘 第一次见到沙丘这么高的 从东方市出来之后,这一路上都是,全是这种特别荒凉的地儿 除了电线杆就没其他的了 但这边这个太阳,说实话 走这么,走甘肃这一段,周边全是那种沙漠 然后这个太阳晒的,感觉像夏天一样 我现在车里边空调都没开 晚清都没开,特别热 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呢,它的四周我看了一下 全部都是那种,远处看像山一样的那种沙丘 所以说中间这个地方,地方就晒得特别晒 像回到了夏天 我现在是从敦煌出来之后前往阿克赛 就是那个石油小镇那个方向 敦煌距离阿克赛那个石油小镇 大概也就不到100公里,80多公里吧 1个小时 这种地方开的,开车什么景都没有 除了沙漠,除了原处的沙漠 还有路两边的荒漠之外 真的是一片荒凉啊 前面那个沙丘好高啊 看前面这大沙丘 这沙看着特别特别丝滑,有点像那种丝绸的那种感觉 特丝滑